不管怎么说 此番你还是太过莽撞了 那可是妖皇森减 索性 你减回一条性命 我这不都是为了救你吗 你救我有很多种方法啊 你要是再如此的不顾安慰 以后我绝对不会再管你了 你听清楚了吗 清楚了 那我可以说话了吗 这是我父神留给我的保命丹药 你快将它吃下 你为我 这么狠心 我若被这丹药噎死了 你一定会后悔 北海上军 方才打架的时候 我便觉得你有几次愉悦 你若是再这样不着边际 这仙徒漫漫 本军不介意再让你做上几万年的哑巴 好吃 自刘旺山一间 我便总觉得与你似曾相识 我知道你不信这些 也烦我不管不顾 就跟你上路 但如今 我们也算生死于共了 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 我想说 我第一次心愿于一人 我心愿于你 北海上军 我对你可没有旁的心思 本军上有很多正事要做 没有心思风华学约 我知道 你要找博玄 但我话即出 绝不受悔 若后治神军还为此事烦心 那我也赖着不走了 谁为此事心烦了 那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 你是不是额上我了 是啊 你说的吗 我是狗皮膏药 应该粘牢才是 那若本军的心思不改呢 那我就学小离 装柄求取君 我可不是曾语 随随便便就心软 按时吃药 我已收到父神令语 他已在大泽府中 我们上山吧 凤然 你随二殿下去见天帝 拜托他帮你们解开副灵索 我在后山等你 后池 我父神他缠缠念起 他跟古君上神的旧情 天宫 一直想找机会 和清智宫重修就好 请见 你先和凤然去拜见天帝 我在这陪后池 好 稍后我们后山见 神枪未择主权 天帝一定会在廖王山 估计景昭也会来 你能逼到几时啊 谁说我逼着他们了 本神军可不怕景昭 是吗 那走啊 不用 不同你一起走 我可不想成为 满仙界女军的仇敌 好啊 那这次盛会我就招告三界 招告什么 本军 出了清智宫的小神军 旁的人 想都别想 你敢 好歹我为你出生入死过 你就不应该看在这情分上 为我挡挡桃花 满嘴地不找编辑 不同你说的 好了你别生气了 我知道 你不想跟天公的人见面 我有办法 什么办法 一个让景昭 认不出你的办法 怎么样 这样我就可以 把你装在袖子里面 带走了 清木 你敢把本上神 变成一只青蛙 你 这样呢 清木 你太过分了 好了 不跟你开玩笑了 好 后迟上神可还满意 不错 夫人 父神 儿臣不小心 同复染上军 一同被绑在了 这个妇灵所上 还请父神帮忙解开 多谢陛下 本帝多年没有去过 青蛇宫了 古君可云游回来了 神君一直没有 回齐莲山 你既已出了青蛇宫 那后池何在 可还安好 一切都还安好 多谢陛下关心 剑儿 此次妖界之事 你办得很好 你们在回来的路上 妖皇也回信到了天宫 同意了议和之事 本帝也以小玉三界 允许妖族入料往山 夺太苍神强 儿臣没做什么 此番妖族能同意议和之事 儿臣也很意外 森浅乃是一界之处 当年的陈年旧院 又怎能与三界苍生相比呢 父神所言极是 仙妖能兵释前嫌 实乃三界姓氏 这是为什么 这凭什么不让我进去 对呀 诸位 稍安勿躁 陛下虽小玉三界 可如廖望山寻枪 为了各位的安全 还请大家先在山下稍作休息 待神枪现世了 我等 自会请诸位入山 语话仨 你是天宫公主锦昭 时得本殿便好 你们妖族不是也想争夺台仓枪吗 我看就不必进山了 咱们在这儿就打一场 若是输给了我 进山也不过是徒劳 公主殿下 仙族中人 不可与妖族 不必多言 啊 啊 你们还不快走 小心我取了你们的腰单 你在这儿等我 我去看看 嗯 清末 你也是为了台仓神枪而来 今日我可不会让你 我们各拼本事 但若我得了神枪 定会宴请三界 到时候 您可得来天宫 替我祝贺 敢问公主 为何将这妖军重伤至此 他们出言不逊 妖军犯错自有妖皇城镇 你身为天宫公主 岂能岳祖带跑 我 多谢相君相救 小事罢了 仙族中人并不是都这么不讲道理的 清末 你这是何意 妖族既已答应和谈 天宫就应该拿出气度 若连天宫公主都带头自食 恐怕会连累天帝 沦为三界笑柄 清末圣君所言极是 是吗 那你们刚才就看着 也不拦着 人间有云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连小孩都分得清善恶是非 你们这些作为仙君的 居然能熟视无睹 着实可笑 清末 以前就算我娇气些 你也不曾如此待我 今日是这些妖军咄咄逼人 我一时气急 才会下手那么重的 爹爹 爹爹 这位婶婶是谁呀 怎么脾气如此之差 你 你欢的什么 爹爹呀 为了这位婶婶 你离我爹爹这么紧做什么 你难道不知道 我爹爹是有家事的人吗 北海上军何时有了家事 三界四海如何不知 你这小偷 休要胡言乱语 好了 莫要胡闹 这位是天宫锦昭殿下 清末 他真的是你的 我一直在北海地府 从没出来过 这回爹爹带我来看神兵 想不到这般热闹 您便是天宫的锦昭殿下 小池见过锦昭殿老祖 你说谁了 你这猎童竟如此放肆 我说错了吗 听说锦昭老祖都两万多岁了 可我爹爹才几千岁呢 这么算起来 公主要是成婚得早 想必儿子都和爹爹这般大了 公主殿下自然是我的祖祖辈呀 你 童言无忌 童言无忌 我说错了吗 你是大孩子了 要学会礼貌待人 别人才会尊重你 方才你做的事情我都瞧见了 我可没动手啊 爹爹一身正气 子一个帅子了得 放心 我绝不会像婶婶那样 胡作非为 如此甚好啊 你这小童 虽是上君血脉 周身上下却一点灵力都没有 想必你那母亲 也不过是一介凡人 想凭借生子结先缘 当真是好盘算 公主言之有理 不过公主您身习神脉 尊贵无双 为何将是两万载 仍未威劣神威呢 我听说青石宫的后池神君 可是还未破口 就威劣上神了呢 你 猎童 竟敢一再冲撞本殿 看本殿怎么教训你 本君的人 本君自会管教 不劳公主动手 看在你父亲的份上 只要你肯向本殿行礼认错 本殿就原谅你 行啊 不就是行礼吗 殿下要三跪九寇 还是要长衣服地 殿下 我都是敢行这个礼 只是我怕我的礼 你受不起 你那母亲身份还不知如何卑贱 区区一礼 我有何受不起 殿下不要后悔便好 我只是想说 你不想留下 我怎么把你押上 我们试试 我可以了 我 怎么把你出发 我家在一间 把你扩入了 你不说我 你不想撒入你 我嫌疑 你不想撒入我 你不想撒入我 你不想撒入你 我不想撒入我 你不想撒入你 你不想撒入你 啊 啊 啊 你是何人 怎么能引动天雷 我早就说过 我的理 你受不起 这么好的酒 这荒山野岭从哪儿拿的 东华 遣徒弟送过来的 这上君倒是个人情 不过今天啊 着实应该纪念一下 爹爹一身正气 怎一个帅子了得 德行 我看 今儿景赵的眼睛 像是要把我吃了似的 水果 我在人间游历时 学了一点不入流的小法术 你是 在哄我开心吗 你堂堂一介上神又不是小孩 哪是这些甜食能够哄得到的 小时候每当我不开心 博璇都会拿吃的哄我 你若想说说过往 我细耳共听 若不想说 就这么坐着 也挺好的 你今天 为什么会选择跟我走 你知道你留下来的 可是天界之主 三界中神力全是 最强大的人 那又如何 我想走便走了 我看得出 景赵十分看重你 旁人求都求不来的全是富贵 你当真不动心 食不过三餐 睡不过七尺 我要这荣华富贵有什么用 当年我接受天地册封 也是看在景监的面子上 推脱不掉 春英牛 真的 受册封后 李莹是要去天宫谢恩 但是我在人间游历 也没有去 你放了天地的鸽子 天宫那种地方 礼数太多 我会浑身不自在 而且也不舒服 怎么突然说起我呀 你和景昭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不像不明事理的人 当年的事与他无关 你和景监都能和和气气的 为什么对他敌意那么大呀 我和景昭 不是第一次 在廖王山见面了 你就是猴池 你可知我是谁 喂 我和你说话 你听见没有 就这么一丁点能耐 还想跟本公主叫嚣 就是因为你灵力低微 母神才会抛下你 抛弃青池宫 你就是青池宫的耻辱 母神的耻辱 那后来呢 多亏伯玄及时赶到 把我从水里救了出来 不然 我就是矿骨硕金 第一个被淹死的上神了 从那以后我就十分怕水 到现在 我也没有学会赴水 我不是说这个 我是说 你是说我的灵力吗 确实如景昭说的一样 我灵力低微 花了四万年才破壳而出 无论怎样修炼 都不能凝聚灵力 父神为了我 去寻找奇珍异宝 闲少回来 那时候凤染还没来 青池宫冷冰冰的 没有博璇陪我 后来博璇也走了 我从未踏出过青池宫半步 我丢人不打紧 可我不想 连累我父神 原来 这些年 你在青池宫这么长大的 偶尔我还挺羡慕你的 把自己的记忆给忘了 你父母 乃三界之强者 按道理你不可能聚集不了灵力 是不是你的身体 被什么封印了 如果有封印的话 我父神能看不出来吗 好了 你不要劝我了 你说再多 我也不会给景昭好脸色的 即使他种下的因 便该承担起结果 以前我不知道 以后你与他的事 我不再管 我以为你会劝我说 景昭当时还小 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我为什么要说这些 你在我心里才是 不说了 不想给你添加负担 快看 快许愿 那不顾是仙君驾云的动光 许什么愿啊 信则有不信则无 你没听过吗 快 祝愿后持上神 能够一招化神 打遍天下无敌手 胡言乱语 快啊 许愿 我希望青木上君 可以得偿所愿 我许了两个愿望 第二个愿望呢 我不告诉你 但我有信心 早晚会实现 你可别想歪了 你可别想歪了啊 追火光 定是麒麟 青木 若那麒麟真的是薄雪 她一定会守护太苍枪的 那些争夺太苍枪的人 一定不会放过她 我灵力低微 到时候护不住她 无论发生什么事 你一定要护住薄雪 你放心 我绝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她 我绝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她 真的是红日啊 东华老上君 刚刚本地 看到后池面容 消似上谷神尊 历时激动 难以自控 但现在平静下来 觉得此事疑点颇多 还请老上君 为我分辨一二 天帝陛下言重了 您心中的困惑 下君都懂 当下君初次见到 后池上神时 也曾为他二人的容貌相似 感到过熟悉 但无论从气质 混沌气息 还是从后池上神的 出身来看 他或许 又不是上谷神尊 本地也深以为是啊 但后池身边 又出现了一个 和白绝神尊 一样面口的 青木上君 此事恐怕 没有这么简单 您曾说过 这白绝神尊 或许来过下界 但若白绝神尊 仍在 应该不是 青木上君 这般模样 但若说青木上君 是白绝神尊的子嗣 偏巧他又 无父无母 无疾可寻 不管真相如何 本地都觉得 重开神界又忘了 不如 天帝陛下找机会 与青木上君 交手一份 看看他到底有几分 白绝神尊的传承 或可一失 至于后池上神 如今古君上神 游历在外 也许 天后能为您大义 恐怕他也说不出来什么 当年他离开后池之时 后池还未破壳 这一切 恐怕要等古君回来之后 才能明亮 父神 父神 太仓神枪已经出世 那些妖族都去夺枪了 父神 你怎么还不出手啊 那可是我仙族的神器 可不能让那妖族夺了去 本地再三说过 当年神界何来仙妖之分呢 白绝真神的神器 又岂能是我仙族所有 父神 本地和妖皇有言在先 我们二人 不得插手神枪择主之事 你跟剑儿一起去吧 神枪有灵 无论落于仙妖两族合族之手 只要两族能够摒弃仇怨 携手打开神界 与我三界 都是一桩美事 是 剑儿 保护好妹妹 是 副神 三界传说 得上古神器者 可今生上神 二哥 祝我 这次 我一定要成为上神 赵儿 神前有麒麟神兽守护 先看看情况 别冲动 协山上军 那麒麟神兽可出现了 没有出现 就凭你 你想争夺太仓神枪 我倒是想看看 还有谁敢跟我争 红日 那不是红日 可 怎么会 那分明就是红日的灵气啊 那只不过是红日的一缕残魂 而等凡军 擅长精神修炼之地 冒犯神威 还不速速离去 怎么样 他不是薄薄 我